乐霸有个支配魔杖 只需对着女孩轻轻一举 就能定住她的身体 而且通过不断施加支配之力 还能将其变成听话的奴隶 所以心术不正的她 不仅收服了许多美女见识 而且每次出门 都会挑选四个不同风格的美女侍奉左右 以彰显自己的与众不同 但有个落魄的贵族大小姐 却总是对她爱搭不利 于是她想要将其变成奴隶 不料总有其他魔剑女孩出手干预 使得自己始终无法得手 直到大小姐带回了一个男孩 需要参加入学能力审核 恶霸当即茅随自荐 请求老师由自己担任考官 她想通过拿捏男孩 让大小姐就范 于是直接拿出了支配魔杖 命令四名美女奴隶准备战斗 可大小姐却急忙阻止 她担心男孩被恶霸欺负 急忙申请以监护人的身份参与考核 而老师也怕恶霸搞出人命 于是同意了大小姐的请求 不料恶霸却不满足于欺负男孩 她直接加大了赌注 直言如果大小姐输了 就要加入她的奴隶小队 大小姐刚想拒绝 男孩却选择了同意 并补充如果恶霸输了 以后见到大小姐就要磕头行 恶霸听后可高兴坏了 当即就答应了下来 殊不知她已经落入了圈套 因为大小姐之前的战斗力确实不高 但男孩可是魔王转世 她在遇到大小姐之时 为了救活冰死的大小姐 直接给其施加了顶级的眷属魔法 将其由人类变成了吸血鬼女王 而且昨晚大小姐还吸食了魔王的血 目前正处于巅峰状态 当即拿着圣剑就冲了上去 并以一敌二不落下风 可无耻的恶霸却派出了其他的美女奴隶 准备直取后方的男孩 男孩则用出了影子魔法 瞬间困住了美女剑士 而大小姐也成功击败了男路的对手 静止冲向了恶霸的方向 不料恶霸伸手抑制 便用支配之力定住了大小姐的身体 接着还十分嚣张地绕过了大小姐 准备先干掉男孩 这可急坏了大小姐 当即在内疚之中觉醒了自身血脉 并凭借着保护男孩的信念 召唤出了祖传的圣剑 直接用圣剑之威破解了支配束缚 接着转身就冲向了恶霸 抬手一键便将支配魔杖砍成了两半 不仅解放了被恶霸欺负的美女奴隶 也让其失去了作恶的义长 至于后半生 恶霸也只能在下跪中不断忏悔